遊戲Pokemon GO 大家好我是小龐 今天要來講一個關於遊戲Pokemon GO的一件事情 前幾天 我記得是20號的時候 官方宣布了一個全球的活動 就是如果全球的Pokemon玩家 抓到了超過30億隻以上的神奇寶貝的話 那麼有一個獎勵就是 原本只在澳洲才會存在的帶龍 將會出現在亞洲去 而這個挑戰呢 在今天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已經達成了 所以目前帶龍已經出現在台灣了 存在的時間是48小時 到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是從幾點之後開始的 不過我們推算一下好了 今天11月26號 我剛才看到的時候大概是10點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我們往前推假設8點好了 也就是說它會到11月28號的早上8點 禮拜二的早上8點 或者更早以前 反正不管是什麼時候嘛 因為我們晚上就不要 跑出來抓什麼神奇寶貝了 所以最晚大概就是到27號的晚上 然後就會在28號早上的某一個時間 或者是27號晚上的深夜 那帶龍就消失了 所以就請大家把握這48個小時 就盡量的抓吧 我剛才看一下這個帶龍 它的數量還蠻多的 隨便一看附近的Pokestart 其實大概都會有兩三個有帶龍 所以應該還蠻好抓的 那大家就把握這個時間 趕快去抓這個只有在澳洲才會出現的帶龍吧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只要說這件事情而已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